他一定要有大小 字體的考驗 就是說我們現在寫字裡面 他這樣比較濃的 慢慢淡 但他已經有寬窄不同的變化 我們寫行草 一定不要讓整個行字都排在一個 對齊 對 一定不要 然後再來你再去做 做什麼 做變化 濃淡的變化 大小舒密的變化 多久了 搭乘的水 继续 那像写在这个上面 变成我们在灵帖里面的最后一个阶段 叫做意念在灵他 那我们一般对着 我们写小章的那个变成什么 我们等于是在对着灵他的意思 这个绿也写错 应该个个应该不是这样写 各有 各有齐 请观看 这么一切 嗨 嗨 咻 玄于物的玄 龙蛋 龙蛋的配 所以你要从这样下来以后 这里龙 这里蛋 这里蛋 要做搭配 你这样这边看上去的行期才会有 有整体性的一种表达 否则你这样看这一行里面就 它没有主体 没有主体 你第二行就很难做搭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那写到这一段的时候那个有 他也有点不同 要注意把他做变化 好 试着这十二七 十二七 三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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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